这是一块重达5000克价值90万的白金 而这个全球最大的露天矿坑 每年要产出2600块这样的白金 由于它的稀缺性 且每吨矿石中白金含量只有1.5克 那么要达到2600块的白金年产量 矿场就必须要处理超过8800万吨的矿石 首先工人用叶牙挖掘壁 在两座足球场大小的开采区 挖出1200个深18米的洞 然后填入伊诺维斯100型炸药 一切准备就绪后 爆破师按下按钮 60万吨富含白金的矿石 被碎成拳头大小的试款 接着要用到这部 重达1500吨的巨型TZ机械挖矿机 它的缠斗一次可以挖出约100吨矿石 但是满满的一缠斗 所含的白金价值还不到几千块 所以它需要迅速作业 必须确保在三缠内填满砂石车 如果超过三缠 可能就要亏钱了 装填满后的砂石车 将矿石运送到悬矿场 在这里矿石会通过输送带 被送进巨型旋转粉碎机中 里面的钢球会将矿石搅碎 这台巨型粉碎机 每小时能处理1165吨的矿石 接下来被粉碎后的矿石通过输送带 来到第一阶段的物理选矿程序 用泡沫浮悬法 先将矿石粉加水混合成泥酱 再打入空气形成气泡 接着加入化学药剂 来粘附白金和其他金属分子 使其产生输水性而浮到表面 随后工人会将它们进行脱水干燥 在浇油后续生产线处理 现在这些矿粉中 白金的纯度是刚出土时的20倍 但是这些矿粉中 仍然充斥着价值较低的铁 铜和镍 为了奋力其他金属和杂质 巨型货车会载着一车车 矿粉来到野炼厂 在这里电炉将矿粉加热至1700摄氏度 使其液化 硅金属伴随铜和镍沉到底部形成所谓的冰铜 然后将热烫的冰铜 从电炉中灌进35吨的巨型胶筒中 现在的白金纯度是之前的100倍 但要成为制作首饰的闪亮白金 这还远远不够 工人将冰铜倒进模具中 等它完全冷却凝固好 就会变成这种灰暗的冰铜板 接下来冰铜板会被送到这里 来进一步的经验白金 全球有约40%的白金 都是经过这座工厂处理的 先用热炉将冰铜加热至1300摄氏度 再将氧气混入溶液 以驱除混合金属中的铁合流 接着将热炉中的纯化金属 灌入巨型胶筒内 由于熔融金属里仍含有氧化铁的残渣 所以工人采用双重胶筑法 让浮在表面不要的残渣留在胶筒上层 而下面的柱母里则是纯化的金属 经过五天的完全冷却 较重的白金和其他贵金属会凝聚成合金 形成内含贵金属结晶的棕色柱块 此时里面的白金比刚出土时的纯度高出了1000倍 但仍只占0.1% 所以还需要进行最后的提纯 工人在高温高压下使用一种混合溶解 将柱块转化为富含白金的液体 混合液在溶解白金后就会蒸发掉 剩下的白金液体通过处理 就变成了一块块白金条 此时的白金纯度比从地底炸开时高出了60万倍 从矿石到提炼出高纯度白金 需要花费长达两个月时间 那么问题来了 白金和黄金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下期还想看什么的制造过程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